爬牛肉条 爬牛肉条是卤菜中的名菜之一 做这道菜的原料用 熟牛脊肉750克 葱段50克 姜片5克 酱油50克 湿淀粉15克 香油25克 烧酒25克 盐5克 味精少许 牛肉汤 八角三瓣 具体的制作方法是 把煮熟的牛肉切成长 九厘米 宽三厘米 厚三毫米的条 光面朝下 整齐地摆到碗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碗里面加精盐 烧酒 烧酒 葱 姜 八角 八角 放入酱油 放入酱油 以及煮肉的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然后上龙屁 蒸20分钟后取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去掉葱 姜 八角 把牛肉碗里的汤 浸入另一个碗内 接着把牛肉扣到盘里 炒勺放到中火上 加入蒸牛肉的汤 炒开 用湿淀粉勾芡 淋上香油 浇在牛肉上 这道菜就做好了 炒牛肉条的特点是 色泽红润 肉条整洁 酥烂 味浓 做这道菜的关键 牛肉要洗净血水 然后用香菜进行点缀 煮熟的牛肉 煮熟的牛肉切去枝皮和不整齐的边 以保证含牛肉的质量和菜品造型的美观 煮熟的牛肉 煮熟的牛肉 煮熟的牛肉